沒有聊世紀 天地的動物心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來看伯根地人對上馬扎爾人 正常比賽也是天地的哈拉布地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 紅芳學者的文明是伯根地人 伯根地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經濟科技呢 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升級 而且在城堡時代時就可以升級重裝騎士了 而且他的升級騎士呢 還可以擁有半價的效果 所以到了地龍時代 馬扎爾的科技半價效果 讓他遊俠可以快速演下去 但是伯根地的遊俠呢 是稍微可惜了一點 沒有這個品種的關係 血量只有160滴血 那伯根地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這個火槍火炮 還有這個遊俠 還有伯根地的馬上輕裝兵 跟疾兵為主的文明 那他的火槍跟火炮呢 還有這個額外增加25%的攻擊力效果 所以他火槍跟火炮的傷害都非常高的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馬扎爾人 那馬扎爾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肉馬的開局 就有這個異攻的傷害 那讓他這個效果呢 應該說他每升個時代 所有的鍛道技術啊 還有二級攻三級攻 都是免費送的 所以在封建時代的馬扎爾的馬爆 是非常強悍的 基本上只要點下防御率跟品種 封建時代最強的兵種 肉馬就登場了 那這個馬扎爾的打法呢 比較偏向於長軍事喔 因為他是一個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文明 所以馬扎爾呢 需要用更多的軍事喔 去跟對方交換經濟喔 達成自己跟對方的經濟平衡 那馬扎爾人呢 他在團隊加成呢 有馬攻的製造速度加快20% 所以他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也比較容易生產這些馬攻出來 那到了地洞時代還有這個反驅攻 可以增加馬攻的射程跟傷害力 讓他後期的馬攻 成為遊戲裡面射程最遠的馬攻 還有這個傷害喔 重裝馬攻的部分 好那馬扎爾人呢 他的玩法還是比較偏向於打強軍事喔 不太能虛... 不太能跟對方農 那剛好這一把對手的文明喔 是一個... 也是...挺會農的文明 而且還有伯恩丁葡萄園 可以產生黃金 那不管怎麼說 我覺得這次的對決算是蠻有看頭的 一個是要打強軍事的文明 一個是要打這個... 開農型的文明 來看一下兩邊的馬國特性不一樣 會插出什麼樣的火花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位... 紅色的這位... 應該是卡嫂 有點不太會念他的名字 那他伯恩丁人的印象中喔 我...對他的印象 並沒有... 太大的... 想法 就是... 他也會農也會搶軍事喔 算是有點... 偏中和型 沒有對他有特別的記憶印象 還有遊戲風格我不是這麼的了解 那看起來他的配置喔 算是...偏農的 而且是單伐木場 那單伐木場這邊可能是要來高速喔 去開一下自己的農田喔 跟...馬舊那些的喔 那...現在木頭一點不太夠 趕快多一點伐木 所以剛剛再補一個伐木場的話 可能會有... 斷木的可能性喔 甚至連馬舊都很難準時下 那NBL這邊的伐木呢 是...雙伐木場 雙伐木場的伐木效率會比單伐木場還要更好 因為能放的支援點會更近一點 那你看小倫伐木的話 最外層的村民就要這樣走來走去喔 花費更多時間喔 所以雙伐木場有他的好處喔 但是前期需要投資一個... 這個...伐木場的一百木頭 好馬舊這邊直接使用兩隻棒棒騎殺掉的一隻村民 哇太狠了 那...不過地人這裡蓋馬舊也沒有來得及蓋好 那馬舊不必要蓋哪裡呢 蓋這裡嗎 直接不在了旁邊 而且這裡是取消了馬舊 改稱下這個射箭場 那...改成下射箭場的話 自己的洛馬開啟就沒那麼優勢了 那既然時間已經慢了 他決定不出洛馬 反出槍兵 配上...弓兵的一個策略 那這裡要趕快挖黃金了 這裡還要再補一個採礦一定 那對於一個...馬國來說 農田沒有太早下的話就會很容易斷落 所以他這邊是決定轉成弓兵開 然後開始先撒農田 並沒有斷落的可能性 好...圍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圍法 這邊槍兵直接... 上前戳 但是兩隻棒棒擊殺掉了這隻肉馬 那馬達爾這邊呢 是沒有轉出肉馬開局的 而是... 按了幾隻槍兵 唉唷...這裡開始補肉馬了 剛剛想說奇怪怎麼肉馬不補呢 好...按這邊補肉馬的話 對方的... 弓兵加槍兵也出來了 但還好這隻棒棒喔 臨走之前喔 也是送掉了一隻... 弓兵 這樣只剩下一隻弓兵在這裡騷擾 那馬達爾這邊也已經補下了射箭場 用個毛病稍微反擊就好 肉馬就是要主要繼續騷擾對手家裡 那目前看到伯恩電人家裡是為的還不錯 防守沒有太大的問題 農田也可以正常的... 繼續灑農田 好...這裡看起來騷擾不到任何東西 槍兵再把對方給逼退走 好...這裡往前 感覺可以抓個幾隻村民沒有問題 但弓兵加槍兵傷害很高 燒掉MBL 這邊大量的肉馬血量 甚至被城鎮中心射死了一隻肉馬 上方槍兵遠路返回 這邊聚集再一波更大的兵力 六隻槍兵配六隻弓兵 數量非常多 好...這裡往前走 好...但... MBL這邊只要出毛病 就可以全吃這裡的配兵組成 好...看要這邊 直接往前貼上去 先攻擊對方的弓兵單位 讓弓兵這邊高打第三很高 而且MBL沒有一擊射也沒有弓兵鎧 所以這邊弓箭首射毛病傷還不錯 但是毛病有對弓兵的額外增傷效果 所以還是能打得贏這邊的弓兵單位 唉唷 結果這邊打得有點極限 能再換到一隻弓兵就不錯 但最後沒有能換得下來 可惜了 最後只換了三隻弓兵喔 果然... 偷這個弓坊有點... 過分了 就有點過分 有點看不起對手的感覺 太大意了 好... 這邊直接先點掉一隻弓兵 再點一下 後面弓兵想要拉走 但前方的槍兵很麻煩 然後一切上來之後 毛兵就不能正常攻擊了 一定要拉開一格的距離喔 才能再反擊回去了 好...這邊等下有城堡時代 MBL這邊有時代上的優勢 那...不關地人被偷了一村之後 經濟上並沒有輸了菜園 這邊可以看到經濟的部分 其實並沒有太差 而且已經點下了二級伐木 我們店員這裡可以再補一個二級龍 有了...馬上補 不然二級龍二級木 都是點那個城堡時代升級之後才補 然後二級伐木呢是點... 一升到封建時代就可以點二級伐木 經濟升級配置喔 會跟一般的文明不太一樣 好...二級滑金 對...這裡要下二級滑金 我剛剛想說奇怪 這二級滑金怎麼趕快補 博恩獵人就是要趕快早點補下這些經濟科技喔 才可以把自己的優勢越打越大喔 好...呃... 不好意思...那馬扎爾呢 家裡可是補下了3TC開弄 中間的部分呢也是繼續出兵往前壓 而且轉出了騎士 騎士數量出了很多隻囉 直接五個排成騎士 按到底 好...那...這裡有點尷尬 二級伐木沒有先點 好...二級伐木要點嗎 但是品種很早就補下囉 好...那有人會說 那...博恩獵人生辰寶時代三級伐木會點嗎 其實是有點看個人 我是...覺得可點可不點 三級農三級農木並不是這麼的關鍵喔 但是有點的話一定會對你的經濟來說 還是會有點加成 如果你喜歡農的話你就點 如果你不喜歡農的話 趕快出兵會比較好 像MBL遇到這種情況 對手已經出了這麼多兵的情況 博恩獵人是不應該去點農田技術 或是伐木 剛剛趕快轉出自己的重裝騎士去反擊喔 好...重裝騎士就研發了 不然這邊只會被馬扎爾 這邊肉馬加上騎士瘋狂鴨子喔 家裡可能還在補一個修道院 但是博恩帝人這邊是為了要鞏固農田的數量 不想要斷村 所以修道院並沒有下 而且這邊有個無三櫃幫忙開門 雖然木門最後還是被打爆了 這波的羅馬給對手壓力非常大 這邊騎士只能在旁邊瑟瑟發抖喔 不敢出去肉頭 好...升級好重裝騎士 現在來到一把是滴血 但攻擊力多了對方兩攻喔 但是瑪莎爾人天生就是送攻擊力的關係 現在也是12攻喔 那伯恩帝人如果能把攻擊力防護力點上去之後 就會比現在瑪莎爾的騎士還要搶 這也是博恩帝人城堡時代中期比較麻煩的地方 初期的話是不用擔心重裝騎士的 因為工坊很難點 但到了城堡時代中期 就要特別注意他的騎士工坊 升上去的壓制問題 好這三隻羅馬進來想要去抓生鋁 大家沒有看到生鋁對著對方的村民就是一陣暴打 抓到了一隻 後面按下了一隻生鋁趕快走 現在只要這邊肉馬 一人一到就可以解決這隻生鋁了 那清洗病的話則是只要兩到 畢竟沒有神聖思想 好下方騎士繼續給壓力 經濟的部分越補越好來到了40片田了 馬剎亞這邊也是很濃 28片田了 經陸續補下了 沒有意外的話兩邊應該是會打一個偏濃 而不是偏軍事的一個打法 不會什麼前壓修道院或是前壓工程系造所 他回到城堡中期有稍微再補下 那前期的部分呢是 唉唷 這裡居然有洞 讓博恩帝人鑽到了一些田頭 抓到了山村 但是馬剎亞家裡是有僧侶在防守的 直接逼退對方重中騎士 騎士也回防一下 兩邊都在打一個追逐戰 左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這裡拉回來再用自己的僧侶反擊回去 馬剎亞這邊目前還是有村民上的數量優勢 59村對上76村 村民已經領先了15村 那領先15村還不夠 還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太狠了MBL 欸打得實在是太濃了 把一個馬剎亞馬國 打得這麼天經濟 但他也不是完全經濟喔 這也是MBL厲害的地方 他可以邊農邊出兵 這裡有五隻馬弓 去吸引對方的注意力 但目前伯恩第一這邊的騎士數量有點誇張喔 來到19隻 馬達達這邊正面對打 有可能會有打輸的狀況 這邊直接補下槍並升級 看到對方的軍力有點龐大 用正面的肉馬 正面的騎士 施打不贏 這邊的僧侶直接被點掉一隻 後面兩個減生物的有機會嗎 直接進去先點掉 正在招翔的 高打第一再點一隻 最後只被招翔了一隻馬弓 MBL這一波還不錯 賺到了三隻僧侶 這個生物還是順手撿回家了 有一隻僧侶在裡面 光衝掉 把僧侶放出來 喝點生物的僧侶趕快去放生物 怎麼直接走出來 MBL在前方補了一根城堡 利用那五隻馬弓給的壓力 讓對方成功退兵喔 看一下這邊的對打 這邊對打有含了槍兵 後方還有五隻馬弓 這裡還補一台弓炮 哪時候下攻城七字造所了 這個不攻第一玩家 他的非常的奇葩 這裡居然有 有足夠木材可以去補 攻城七字造所 但是已經看到槍兵了嗎 不確定 看他前方有城堡喔 中間補了一根城堡 應該是馬炸的這邊會有優勢 算是在非常底線 紅的地人這邊可能要賣一些木頭 才可以趕快點帝王 賣個兩百物 賣個兩百木頭 賣十物 這裡呢打算買賣 這裡在專心控兵想要把城堡蓋好 城堡一蓋好 把村民拉走往回去 挖後面的黃金 順利可以點掉 點下這個帝王時代 時代目前是落後大約一分半左右 MBL這裡補下了二級農二級木 經濟科技也慢慢補了上去 手推車這裡趕快先補一下會比較好 但MBL沒有補是因為四個城堡中心 而且還在暗卡共行化效 大概還要點這個三級色跟這個三化學的關係 肉類需求可能要蠢一點 而且要不斷存狀況 所以MBL這裡沒有打算先點手推車 但我是覺得先點手推車會更好 但MBL並不是這麼想的 他是想要先點個三級色 賺到血 化學 三級色先補 這裡肯定先補三級色的吧 不補嗎 MBL 異文時代不補三級色 原來他在控圖 芒子在控圖 家裡補下了三級色 終於補了 哇一級挖進 你現在踩點 這麼偷打 經濟科技完全不點 好 帝王時代慢慢補下去 還好他還有記得 沒有記得的話就完蛋了 這裡馬功可能被早強掉 但是直接拉走 巨型頭司機已經量產出來了 第一台出來 但對手還沒上帝王時代 這裡原地開架 這裡直接兵分兩路 上方一頭馬功 但是伯公定人的阻力 全部都在上方 應該是沒有想到下面 居然還有一個分隊 騎士配馬功 這邊是想要直接拆掉這一根 射箭很強 沙巴馬功沒有在控 這邊騎士加生女趕快鬼咎一下 正面的巨型頭司機已經開拆 這裡只有少量的巨型頭司機 加上少量的單位在防守 這裡要不要先把巨型頭司機給拿掉 馬大這邊直接點下了反驅弓科技 有兩隻騎士溜了進去 但伯地聖地龍時代擁有馬舊半價科技的效果 直接點下了遊俠升級 還有三騎的馬凱 馬大則是補下了騎兵跟 暗血人戰術母子環 工兵科技一一去補下了 但中抓馬功沒有先補 好 仿騎弓點下之後 傷害力變得非常的誇張 這裡有大量的騎士直接貼了上來 三騎馬凱準備要升級好 看起來MBL這頭兵是有去無回 這個不能再往回走 直接裝後面的這個水池 阿拉伯有水池 以前阿拉伯的水池很大 大到可以下馬頭 可以下馬頭就可以去偷蓋漁船 這邊 一直著想 OK 就是送方了 但這裡還是解掉了一些 騎士齁 並且沒有遊俠血量少了40滴血 還差蠻多的 好 正面的部分快要守不住 前方的馬功直接上前攻擊巨女投司機 後方還有一台巨女投司機 在上方要不要拉遊俠去打呢 好 擊斃上前直接硬貼 哇 這邊好像碰不出來喔 走上去搜上面這台巨頭啦 這裡無人防守 博恩迪好像沒有看到 馬功這邊直接硬點點掉一台巨頭 吃了幾八個弓箭傷害 後面看到上方有台巨女投司機偷打 要去解一下 自己也拉巨頭去反擊對方巨女投司機 OK 抽掉 兩邊一個互相傷害 但槍兵直接硬生生挫了上去 有少量遊俠流到後方先攻擊後方的 聖女 聖女直接陸續被擊倒 下方要兩台巨女投司機 有機會拿下嗎 趕快 趕快先拆巨頭 對對對 OK 這裡讓遊俠的自由開火 OK 貼到了巨女投司機 好 有機會打一下 OK 我們截掉巨頭的問題 MBL這波被打了回去 好 那MBL這邊意識到 自己的前線單位不夠強 而且博恩迪這邊送了三隻聖女 趕快損個900肉 等一下重裝馬功 好 最強的重裝馬功 對上博恩迪人的速成遊俠 好 通過馬功 下三級的工兵 海甲也補了 但是工兵數量有點少喔 這裡可能要再補更多的數量起來才比較好 槍兵數量也要按 前方的軍 蓋的很慢 好 直接印在城堡下方開打 博恩迪這裡爆出更多遊俠的軍隊往前補 即殺掉了一些馬功數量 但馬功還在軍隊往前補 而且槍兵開始陸陸續續出來 好像快要擋下這一波博恩迪的遊俠衝 好 擋下來了 但是自己城堡也是被拆除了 博恩迪人這裡的黃金數 不知道還夠不夠 然後繼續打下去 下方這個黃金要趕快開起來 開始挖 MVL這邊轉出了肉碼升級 MVL選擇這個馬薩爾 他點下銀罐技術之後 可以在城堡產生出馬薩爾標奇兵 他是點下銀罐不需要黃金就可以產生的肉碼 而且血量高達105滴血 而且打工程是有外增上的效果 傷害力是11加4 15攻的肉碼 非常痛 那馬薩爾這邊需要量場 秒薩爾標奇兵的話 是需要靠城堡 那現在城堡現在數量不夠多 現在MVL果斷只用自己的肉碼升級上去 這邊直接採取這塊農田 有9隻村民在裡面 這波遊俠往後偷偷繞 這邊勝旅戰崗看到 能招翔到一隻嗎 可以 上方直接踩進來 馬公抓到了伯恩蒂後方大量的伐木工 還有農田村民 這一波打起來可能不虧 而且馬公的射程非常遠 伯恩蒂直接打出了GG 哇 突然伯恩蒂就直接斷金了 前線這裡的金也被控 然後這裡的黃金也挖完了 後方這一坨馬公也沒有辦法即時解決 雖然伯恩蒂人有這個戰毛兵 也有這個三級射 但是現在要轉出來 好像有點為食一晚 感覺剛剛那一婆 遊俠往前送的時候 就要轉馬 轉這個戰毛兵出來擋 那她可能沒有即時轉出來 被打到這一波 經濟直接爆開 選擇心態炸裂投降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馬渣人拿到了 一萬一的資源勝利 資源差距真是蠻多的 軍事方面則是兩邊差不多是一的KD值 大概是一比一左右 那這場比賽看起來是MBL 這邊的馬公很果斷升上去 並沒有投資太多的騎兵科技 在騎士身上 甚至只有升了一級馬凱而已 這算是一個很好的決策 而且後面轉出的槍兵出來也是相當關鍵 雖然馬扎爾沒有三級的步兵鎧 但是有轉出擊兵來 對於伯恩帝人來說還是一大的問題 沒有辦法輕易解決掉這個疾兵的問題 除非伯恩帝人這邊有轉出槍 這個大量戰毛兵 對方馬扎爾的疾兵 才有比較好解決的問題 最近沒有三級的步兵鎧 戰毛兵是可以解很快的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